大家好 我们上课了 我们上次课呢 把张忠景对杨明病篇的概说做了一个介绍 其实那些条文之中 比较重要的是杨明病的提纲症 杨明治愈病未加实事也 杨明病的外症 也就是杨明理热理实症 表现外的症候 那就是杨明病外症云合 大约深热汗子出 不无汗反无热也 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 杨明病的主要脉象 山寒三日 杨明脉大 这三条是重景为杨明病所写的概说中的 比较重要的三条 其他的呢 做一半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上次课的最后 谈到了杨明本征中的杨明热症 其中的221条 是讲的原本是杨明经脉有热的一个症候 不能用汉法 不能用温针 提到了汉后的辩证 提到了用火针后的辩证 温针就是火针了 那么最后提到杨明经热 若下之则胃中空虚 客气动革 心中懊恼 舌上胎者 枝子齿昌主之 这就引出了杨明热症的第一个症候 热在上焦 他的成因 我们刚才已经说清楚了 是杨明经外有热 在理并没有食邪 所以勿用下法 就导致了胃中空虚 这里所说的胃就是理 理气空虚 与之后呢 在杨明经的这个邪气 就秤虚内线胸格 客气就是外来的邪气 秤虚内线胸格 动辄商也 由于雾下 理气空虚 使杨明经的热邪 秤虚内线胸格 热线胸格 预热扰心 就出现了心中懊恼 所谓舌上胎 是指的舌上有薄黄胎 提示了理有热 这样的特征 治疗用枝子齿汤 清旋 预热 大家可能要问了 说太阳病片 就有一组枝子齿汤的 失音症 在阳明病片 热症 又有枝子齿汤症 这算太阳病的变症呢 还是算阳明的热症呢 实际上 如果病是由太阳来的 那你可以看成是 太阳病物质以后的变症之一 如果病是由于阳明经 阳明经脉有热而来的 那你就可以看成是 阳明的热症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的人认为 这是阳明经热物质以后的变症 不能归属于阳明热症 这个说法也可以 问题是 它是写在阳明病边的 我们把它归属于阳明热症 也未尝不可 既然是热在上焦 当然在治法上和治疗 太阳病变症中的 热与胸格症是一样的 用枝子齿汤来清宣 避热 接着看228条 阳明病下肢 其外有热 手足温 这里所说的阳明病 还是221条的 阳明经脉有热 下肢是雾下 其外有热 就是外面有身热 那么这个身热是太阳 太阳病呢 还是其他病呢 它没有头像降痛 所以它不是太阳病 它有手足温 因为阳明主四肢 阳明主四肢 皮也主四肢 所以携带阳明 可以见到手足温 后面我们会提到 手足温而可者 是携带阳明 在太阴病篇 也可以提到 手足滋温者 此为细在太阴 所以见到手足四肢的正后 常常归属于阳明或者太阴 但是在这里 这个手足温是阳明呢 还是太阴呢 其外有热 半有身热 知道这是阳明 因为太阴病 它不发热 手足温半见身热的是病数阳明 手足温半见口渴的是病数阳明 不结胸 就是没有形成结胸症 言外之意 邪气没有和有形的病例产物相结 而出现了预热扰心的心中懊恼 出现了预热扰心的心中懊恼 同时还有肌不能食 肌不能食是一个什么症状呢 就是有饥饿感 但是不能够进食 胃有热则消补善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 所以要是胃热胜 它真是消补善机 像假抗的病人 像某些糖尿病的病人 它表现于多食 有的时候 吃的多的让你非常害怕 当然还有的病人 他既不属于糖尿病 也不属于假抗 他也有多食 有一个小女孩22岁 他一次能吃一胳膊馒头 我不明白他所说的一胳膊馒头 是什么意思 他的家长陪着他 他说一胳膊馒头啊 说我们东北内嘎这 这么的馒头都是方的 他从食堂买馒头 他在兵团嘛 说挨着拿一个胳膊 落这么一摞馒头 走回宿舍一会就吃完了 所以这叫吃一胳膊馒头 我说他可能吗 他说真是可能 说在当地检查 没查出毛病来 到哈尔滨检查 也没查出毛病来 所以就来北京了 到协和医院检查 协和医院透视有个巨大的囊状的胃 没有内分泌的问题 看着他后来就住院检查吧 就看着他吃两斤肉 两斤米饭 可是体重也不多 然后这个护士长特别有经验 说体重也不多 不见得排泄的很多 说吃的东西都哪去了 然后护士长就发现 他每次吃完饭半个小时左右 总要上他卫生间 有一天护士长中午就没有走 听见他呢 既不是大便也不是小便 而是一种呕吐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也不重 他就吃完饭以后就全倒出来 护士长开开这个门 就使劲敲这个门 就把他给拽出来了 说你给我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化不了你为什么吃这么多 这个女孩脸一下 她腾的就红到脖子根 他说护士长 我跟你说吧 我实在是没有病 说没有病 你为什么吃这么多来看 说都是他们让我来看病的 说我先到冰团的时候 我就觉得冰团这个馒头 特别特别的好吃 开始呢 我就吃两个就吃饱了 第二天呢 我就这两个不饱 我就加半个 第三天呢 我就吃三个才能饱 后来我就感觉 人生最大的享受 是吃饱肚子 然后我有了这个心理 我就总想把这个胃吃的饱饱的 我就觉得心理特满足 后来从三个加到四个 从四个加到五个 最后只能吃一个胳膊馒头 我才觉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 说我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个饭 吃完了 我再偷偷的找一个厕所呀 我才把它再倒出来 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心理因素 这就叫神经性多时症 所以协和医院给他诊断为神经性多时症 那西医大夫 没有办法 你说限制他饮食 他辗转反侧 坐不宁 一宿跟你睡不着觉 你也不能限制他饮食 后来就找中医大夫看 协和医院有过不少同学 不少的学生 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说胃有热则消骨善鸡 你给他用大伎量的白虎汤 大伎量的苦寒药 让他再吃 果然用了大伎量的白虎汤 大伎量的苦寒药 没有出一个礼拜 他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所以轻微热呀 以后这个孩子就慢慢慢慢的胃就坐回去了 所以就很平安的出院了 所以胃有热则消骨善鸡 但是这里为什么鸡不能食啊 这个热不是胃中阳气的真正的抗盛 像这个小孩是一种阳热的抗盛 舌红红的 口汗臭 你像他吃那么多口不臭 给他对话的时候口臭喷人 一个22岁的女孩像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吃的太多了 所以给他轻微热 那么这个病人 我们现在讲义上所说的这一条 鸡不能食 这个鸡他是有种饿的感觉 是会有热的表现 但这种热不是胃阳的抗盛 所以这是邪热 他不能够消化饮食 所以他不能食 所以病人就一种糟杂的 凡恶的感觉 但头汗出者 这是热欲胸中 热不得外跃 所以身上没有汗 但头汗出 是热欲胸中 热不得外跃 所以身上没有汗 但是阳热上针 可以见到头部出汗 那我们在这里已经学过的方症 有哪些方症后 是可以见到 淡头汗出的呢 我们回忆一回忆 一个是湿热发黄症吧 湿热相合 热不得外跃 然后阳热上针 见到淡头汗出 身无汗 其境而还 还有一个是大献胸汤症吧 大献胸汤症 也就是大结胸症 是水热护结 热不得外跃 阳热上针 可以见到淡头汗出 再呢 我们在太阳病片的火腻症中谈到吧 火结伤阴内热症 离有热 要逼迫今夜外跃而为汗 但是因为他阴已经伤了 化缘不足了 所以身上没有汗 唯一惨辞的今夜 对阳热邪气上针 而见到头汗出 现在我们遇到的热欲胸隔症 或者热在上胶症 因为热欲胸中不得外跃 身上没有汗 阳热上针 见到头汗出 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头汗出的病人 我们就要想一想 我学山寒论的时候 山寒论的这种淡头汗出 鉴于哪些方症呢 而我面前的这个病人 他符合哪个呢 符合哪个 你就按照哪个症后去辩证去用方 如果都不符合的话 你看后世有没有专门论述淡头汗出的 这种症后的这种书呢 他们是怎么制的呢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学习山寒论中的内容的 这样的话 关于阳明病热在上胶的症后 我们就谈完了 就把第221条和第228条的症状综合起来 热在上胶 力表很近 所以用清热的方法 用喧透的方法 这叫清喧预热法 下面我们看第二组症后 热在中焦 为热弥漫症 原文176条 伤寒麦浮华 此以表有热力有寒白虎汤组织 他用的既然是白虎汤 白虎汤又是心寒折热的一张方子 所以这里的脉浮华的浮 它就不是竹表的浮脉 而是应当煮热的浮脉 在山寒论中 煮热的浮脉 我们学过 心下脾 暗脂软 其脉 关上浮折 大方黄连心汤组织 我们学过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 暗脂则痛 脉浮华者 小仙胸汤组织 应当说 确切的方证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第三次 浮主 李有热 而且这个李热呢 没有和有形邪气相合 李热是弥散的 所以他才能够鼓动气血 使血管扩张 使气生血忧 而表现了一个清取积德的脉象 但是众暗华硕有力 众警就把这种脉叫做浮 这个华 也提示了利有热 也提示了利有热 所以漫浮华提示 这个热血是弥散周身 充斥内外的 或者叫做弥漫周身 充斥内外 所以我们把这种症候 叫做胃热弥漫症 接着下面两个症状 李有 表有热 李有寒 这显然是错解 李有寒不应当用白虎 而且表有热 在山寒论中 只有表有寒的时候 也没有表有热 明明知道这是错解 但是我们在写山寒讲义的时候 还要根据他的原文 照模样的画下来 但是我们后人要给他做一些解释 有一个叫张绍祖的人 他自称他是张仲景第46代孙 他自称他自己保存着一本书 是张仲景修改过第十二稿的《伤寒杂病论》 也是十六卷 一个自称是张仲景第46代孙子的人 他叫张绍祖 他保留着一个张仲景亲自修改过 第十二稿的《伤寒杂病论》 怎么流传到今天的 咱们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把这本书传给一个叫左圣洁的 左圣洁又传给一个叫罗哲初的 然后就刻印发行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一十六卷 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凡是在《伤寒论》中 像刚才这一条不能够解释的 或者怀疑他又错减的 在那本书里都修改的天衣无缝 那本书里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 伤寒卖福华 此表无寒 里有热 白虎汤主之 这么一修改 表无寒 表有寒是白虎汤使用的禁忌症啊 表无寒就是没有白虎汤使用的禁忌症 里有热是白虎汤使用的适应症啊 所以只有适应症而没有禁忌症 当然要用白虎汤了 这个修改多么严慈和缝啊 可是为什么当代的这个教看家 又不看中这个本子呢 一个是他这个故事编的有点 稍稍的离奇一点 第四十六代孙 保存着张忠景亲自修改过的 第十二稿山寒论 再有一个 你说作为一个古迹的话 他总有难以进入仁义的地方 可是在这本书里 凡是山寒论中难以进入仁义 不能解释的地方 他都改的特别好 所以这就觉得是后人 经过精心学习之后修改的 所以在教看上 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本子 我不过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会得罪 特别推崇这本书的这些医生 我们还是这个意思 一个古迹一个文物 他总有一点缺陷 有缺陷才是真的 完美无缺的东西就太新了 你看在古玩市场 我们不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拿起这个杯子 说是清朝 康熙年间的东西 看了半天 我只能说 这是新老点 意思说 这是假的 你能说新老点 所以我们说张绍子的这本书是新老点 山寒麦福华 此以表乌寒 李有热 这正是白虎汤的适应症 用白虎汤 心寒折热 在山寒论中 白虎汤适应症的麦象 一共出现过两种 一个是麦福华 建议176条 还有一个 山寒麦华尔 觉者 李有热 白虎汤 组织 这个建议 山寒论 绝音病篇 第350条 山寒麦华尔 觉者 李有热 白虎汤 组织 这建议第350条 这是涉及到 白虎汤 适应症 麦象的两条原文 一个是麦福华 一个是麦华 你看麦华是李有热 没有提到白虎汤的适应症 麦宏大 没有提到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方记的时候 说白虎汤的适应症是 身大热口大可 汉大出麦宏大 白虎汤这张方子 原出山寒论 在山寒论中没有这么说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有一年中南五省 五个中医院校 做山寒论考试比赛 有的学校为了参加这次考试 停课三个月 让学生专门学山寒 那学的是不错的 据说考试 他考的成绩很好 那么这次考试呢 有一道题是 开心题 它的题目是 在山寒论中 白虎汤适应症的脉象是什么 底下有四个备选答案 让你去组合 第一个备选答案是麦胡华 第二个备选答案是麦宏大 第三个备选答案是麦华 第四个备选答案是麦陈石 好多同学都选了一二三 这个答案是错的 应当选麦胡华和麦华 而不应当选麦宏大 麦宏大在山寒论中 不建于白虎汤的适应症 而建于白虎加人真汤的适应症 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件事情 就是让大家要注意 你要学习山寒论 山寒论原文中 没有谈到白虎汤的适应症的脉象 是麦宏大 那么什么地方谈到呢 下面我们讲到白虎加人身汤适应症的时候 我会详细给大家谈 好176条 我们就谈这么多 白虎汤是心寒清热的 心寒清热的一个代表方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张方子 药物由织母石膏甘草精米做组成 其中的精米 这个字我们在座的都知道念精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上课 我说精米 学生都不知道是什么是精米 我就把这个字写在黑板上之后 全班的同学都说 原来是耿米 我说谁告诉你们说这个字念耿米 说我们中庭老师 所以学生都把错的当成正确的了 我念了个精米 他反而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河北省的尊华县 有个叫精子玉 精子玉就专门种精米而出名 精米是什么东西 是汉稻子 汉稻子 它在水田里不能生长 它是在汉地里生长的 它和稻子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产量很低 一亩地也就是打一百来斤吧 所以现在人们觉得经济效益太差了 所以种的人就很少了 因此许多药房就没有这种东西 要真用白骨汤的时候 这大夫们怎么办呢 就告诉你抓一把大米吧 说精米有养胃的作用 大米也有养胃的作用 应当说 它又是同一科属的植物 代替它 应当说大体上是不错 可是问题是 稻米是水里生长的 精米是陆地生长的 水里生长的东西呢 你不管用量多还是用量少 从行为和作用上讲 它有一点利尿的作用 那你在一个热胜经商的政户下 你再用一点有利尿作用的药 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 当然在实践上你说 你天天吃大米饭 每天总说 不是三顿吃吧 吃一顿你也得吃一小碗吧 所以利尿的作用 对你这个病人 对于这个具体的人来说 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 实际上可以这么代替 但是理论上 不应当这么代替 现在我们看 白虎汤适应症的另外一条 第219条 三阳合并 富满深重难以转测 口不仁面垢 沾雨一尿 发汗子沾雨 下智子鹅上生汗 手足腻冷 若自喊出者 白虎汤主持 这条原文以三阳合并开头 实际上它的临床表现 主要是阳明热声 虽然说是三阳合并 但是主要是阳明热声 没有太阳表声的症状表现 或者他没血 也没有少阳 半表半理症的症状特征 而主要是阳明有热的一种表现 阳明热声的特征 浮满 是阳明有热 热庸气机 阳明有热 热庸气机 因此出现了浮满 气不利则满 所以不一定见到浮满 就一定是理石 有时候是气机不利的时候 热庸气机的时候 它也可以出现浮满 深重是热邪 庸致 经脉的气机 这个热邪 庸致经脉气机 而出现深重的 我们前面已经遇到过多次了 深重难以转侧 经脉气机 庸致 所以翻身都翻不动 口不仁 就是口中发木 食不知味 嘴里都发木 饮食不知道味道 吃东西像吃木头渣子一样 有的病人就是这样描述 口不仁 是口中发木 食不知味 面垢 就是面没有光泽 面部没有光泽 如蒙油垢 像脸很脏一样 这两个症状 是阳鸣之热 寻精上扰的表现 阳鸣之热 寻精上扰的表现 詹语 因为阳鸣精的经别 尚通于心 是当阳鸣燥热 寻精 阳鸣之热 寻精上扰心神的时候 可以出现心主炎的功能是长 可以出现心主炎的功能是长 于是乎就导致了瞻语 这个鸣尿是热胜神魂的表现 鸣尿是热胜神魂的表现 有人说这个鸣尿是太阳病的表现 可是我们在学太阳病辅证的时候 它只有小便不利小便少 它也没有鸣尿啊 所以我在这里把鸣尿解释成热胜神魂 和那个第六条那个尸首 是一个意思 这样一个症候怎么治疗呢 三阳合并 阳鸣热胜 所以看最后一句话 若自焊出者白虎汤主之 如果又有里热逼迫今夜万月的自焊出 那么阳鸣味热弥漫的临床特征就是 明显是偏重的 所以就用白虎汤来治疗 也就是说白虎汤可以用于治疗三阳合并 阳鸣热胜的症候 三阳合并 是这样问的 说阳鸣热症和阳鸣腐蚀症 是阳鸣病的两种不同类型 区别这两种症候的关键是 就是区别阳鸣热症和阳鸣腐蚀症的 这两类 这两个症候的关键是 底下有五个被选答案 我想听听大家选哪个 第一个被选答案是发热的高低 是不是区别阳鸣热症和阳鸣实症的关键 不是 第二个答案是 湛羽的有五 也不是 因为阳鸣热症也可以有湛羽 阳鸣实症也可以有湛羽 第三个是汉出的多少 也不是 是吧 第四个是浮满的有五 有同学说浮满的有五是 可是他就忘了 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一条 说三阳合并 富满深重难以转策 这也是白虎汤适应症 所以富满的有五 也不是区别阳鸣热症和阳鸣实症的关键 该第五个被选答案了吧 以上都不是 那我们就学以上都不是吧 所以学这一条就注意这个问题 发热的高低 汉出的多少 湛羽的有五 富满的轻重 富满的有五 这都不是区别阳鸣实症 和阳鸣热症的关键 这样一个阳鸣的热症 三阳合并 阳鸣热症的症后 我们往下看 发汉则詹语 原来就有詹语 怎么说用新闻发汉以后又有詹语呢 这里丢了一个字 不是我们的讲义丢了 是赵开北翻课送版 山岸论送版的 那个依据那个底本 就没这个字 哪一个字呢 根据金贵玉寒经 山岸论的别本 发汗则沾语 下面有一个慎字 因那发汗则沾语慎 热症的症后 你勿用新闻发汗 那就会更伤筋 更注热 沾语就会加重 所以说发汗则沾语慎 下肢则额上生汗 手足逆冷 热症的症后 礼物实邪 如果勿下的话 就可以下面伤阴 上面阳托 也就是阴结于下 阳托于上 阴结于下 阳托于上 为什么说阳托于上呢 他主要是这个额上生汗的这个话 非常有意思 什么叫额上生汗呢 就是额头部汗出如油 凝而不流 这就是阳气上脱的一种表现 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 有的可能在医院的急诊室 或者病房待过 你看到那个临终的病人 有一些病人 如果属于阳气脱的时候 脑门上一粒一粒的汗出 他流不下来 就好像生根一样 我们正常的人 或者发烧的人 在出汗的时候 那个汗都是可以流的 这种病人 阳气上脱的时候 那个一个猪一个猪的小汗猪 在脑门上搁着 或往下流 这正是阳气上脱的一种表现 我们把它叫做脱汗 所以张中景一定是亲自看到了这种病人 他在说额上生汗 就好像有根一样 他流不下来 所以这正是阳气上脱的表现 手足逆冷 是阳气虚衰 四末失温的表现 所以发汗则战雨肾 夏之则额上生汗 手足逆冷 它是指的三阳合并 阳明热肾的时候 不能用新闻发汗 不能用苦寒攻下 只能用白虎汤来清热 好 白虎汤的适应症 我们就谈这么多 现在我们看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我们把它叫做胃热 弥漫 精气两伤 我们把它叫做胃热弥漫 精气两伤症 在山寒论中 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一共有五条 我们把这五条归纳起来 看它都有哪些临床特征 我们先不一条一条的读 我们在黑板上给它归纳 那么首先是热的问题 他说表里热节在里 表里聚热 说明这个热的热源不在表 而在体内 但是这个热血呢 是弥散 周身充斥内外的 热的热源虽然在体内 热血是弥散的 所以充斥内外 因此他说表里聚热 这句话建议168条 他还有一条说无大热 但是他又心烦 这是169条 这个无大热 主要是因为 焊出太多 焊出以后呢 把基础的这个热给散出去了 所以摸上去 似乎表面上没有多少热 可是在内里有心烦 所以这就提示了理热胜 因此我们在用 白虎加人参汤 适应症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说 病人有多高的体温 只要有心烦 这种烦躁的理热胜的特征 有舌红大翻可不解的这种特征 我们就认为这是理热胜的表现 所以这是热 在沙罕论原文中谈到了热结在里 表里继热 但也谈到了无大热 但是有心烦这样理热的特征 第二个正后 汉的问题 在第26条 我们的简易是把它放到太阳病片 辩证中的那个热症里头 他说大汗出后 第26条提到了大汗出 这是热破金业外跃的表现 热破金业 热破金业外跃的表现 这是第二组正后 第三组正后是渴的问题 第26条 大凡可不解 这是第26条 第168条 大可舌上甘子尔凡 欲饮水殊生者 这是168条 大可舌上甘子尔凡 欲饮水殊生 这三号论里 从来没有一个条文 描述口渴是这么严重的 第169条 说口噪渴 第170条 第170条 说可预饮水 第230条 还有第220条 说可预饮水 口干舌造者 在山寒论中 涉及到白虎加人参汤 适应症的条文 就这398条之中 一共有5条 条条提到了口渴 这说明口渴的这个症状 真可以叫是大凡可不解 可以叫是口大渴 为什么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口渴这么严重 一是热胜伤筋 饮水自救 一个人体内有所缺 比外有所求 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热胜伤筋之后 他就要饮水自救 可是喝完水 他又不解渴呢 这是热胜好气 气不化筋 热胜好气 气不化筋 所以喝完水 他由于气被伤了 他不能把水液变成 人体所需要的精液 水仍然是大凡可不解 这就是白虎加人参汤症 之所以出现 大凡可不解的病机所在 第四组症状 麦宏大 麦宏大建原文第26条 什么叫宏大麦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来胜去衰 来的时候汹涌澎湃 势不可挡 可是退的时候退得很快 就是麦既宽又大 但是退的时候很快 来的时候汹涌澎湃 那是热邪胜 热胜股东气血的一种表现 邪气胜的表现 退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快呢 那已经是气阴不足 所以宏大麦实际上不是邪气的鼎盛 而在邪气盛的同时 已经伴有了气血虚衰的表现 所以他才是去衰 他没有根底 因此真正的宏大麦不应当建议白虎汤适应症 而应当建议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 因为白虎加人参汤的适应症才是热胜而筋气两伤 符合邪胜而正气已经有所虚衰的这种病机 除了上述的这四大症状 你看我们后世一家把白虎汤症叫做四大 主要是在方济学中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大体都有这样的基础概念 实际上我们学了山寒论就知道 在山寒论中真正见到四大的是白虎加人参汤症 而不是白虎汤症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呢 我们写在这里 一个是时时务风 还有一个是被威武风寒 这两个症状 实时务风建于168条 被威武风寒建于169条 在这么热胜的一个症候之中 怎么出现了一种虚向呢 这个时时务风呢 是因为白虎加人参汤症 热破金月外月有大汗出 所以汗出激奏疏松 不胜风息 你想汗孔都开着 这个风一吹 它当然就是怕风了 汗出激奏疏松 不胜风息 它经不起这个外来的风气的这个吹 咱们出着一身汗 你马上让你吹电扇 你肯定是觉得怕风啊 汗出激奏疏松 不胜风息 被威武风还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也存在着汗出激奏疏松 不胜风息的因素 可是也同时有热胜好气 气不顾表 热胜好气气不顾表 这个后背是人体的表啊 后背是人体的表 后背和四肢是最能够反映人体的 阳气 是不是虚衰的敏感的两个部位 后背和这个手脚 是反映人体阳和气 是不是虚衰的最敏感的两个部位 所以这后背时事无风 它反映了气伤气不顾表的一个特征 当然也有汗出激奏疏松 经不起风吹的这样一个因素在内 这就是我们三反论中 涉及到的五条的白虎夹人参症 它的全部临床表现 以及它的病机 我们都介绍在这里了 我们现在看看原文 先看看太阳定篇的第二十六条 打开讲义的第四十 四十九月吧 四十九月 第二十六条 胡桂之汤大汉出后 大汉可不解 卖红大者 白虎夹人人汤组织 这里都有三大 大汉出 大汉可不解 卖红大 所以它是白虎汤 白虎夹人人汤的适应症 现在我们翻到简易的一百零五页 原文一百七十条 伤寒万福 发热无汉 七表不解 不可以白虎汤 这是讲的白虎汤 和白虎夹人人汤的使用禁忌 表寒未解 不可以过早用白虎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归纳的话 就是无汉不可用白虎 大概底下还可以配上一句话 有汉不可用麻黄 这里所说的白虎汤的使用禁忌证 也是白虎加人人汤的使用禁忌证 为什么无汉不可以用白虎呢 无汉是寒邪必表 过早的用湿膏来清理热 就容易冰斧代表的寒邪 冰斧这个词 冰冻的冰 浅浮的斧 就容易冰斧代表的寒邪 使寒邪更加地狱 使阳气更加内郁 然后使病情发生复杂化或者发生恶化 有汉不可用白虎 无汉不可用麻黄 这个 有汉不可用麻黄 无汉不可用白虎 是古人归纳的一个使用禁忌 可以饮水无表证着白虎加人人汤组织 可以饮水强调了白虎加人人汤 适应证中 必须有可欲饮水这个症状 现在看169条 山寒无大热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解释的 由于汗出太多 鸡表的热被散掉 水摸上的话好像没有大热 但是他有口噪壳 有心烦 这就提示了 李热胜 被威武汉 这是热胜好气 气不顾表 又有汗出 激走疏松 所以用白虎加人参汤 来心寒清热 建议意气生津 168条 伤寒若寒若下后 七八日不解 热结在里 标理俱热 这是白虎加人参汤正 甚至白虎汤正的热形 热结在胃 但是这个热是弥散周身的 充斥内外的 所以他是表里俱热 谁是武风 是汗出激走疏松 不胜风心 大可舌上甘蔗 繁育 银水树生 一是金伤 内有所求 比外有所求 他要银水自救 第二个是气伤 气不化金 用白虎加人参汤来治疗 第二百二十二条 若可遇淫水 口干舌造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治 开头就用个若 他是接在什么地方上呢 他是接在 刚才我们所讲的 芝芝汁汤 适应正中 那个第二百二十一条这里 打开讲一看 一百零三页 一百零三页的第二百二十一条 他说的是一个 阳明经脉有热 若下之 则胃重空虚 客气动革 心中懊恼 舌上胎者 知自此汤主治 那么这是热在上教 然后翻到现在的一百零六页 第二百二十二条 若可遇淫水 口干舌造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治 这是阳明经热 雾下以后 使热入中角 这三条原文 这两条原文是连在一起的 阳明经热 雾下以后 热入中角 并且热血弥漫 经济两伤 而出现了 可以饮水 口干舌燥 这样的症候 白虎加人参汤 就是白虎汤 加一味人参所组成的 汉代所用的人参 我上次说过 是上党地区的古代的一种五家科植物 它的作用 借于我们今天的西洋参和东北人参 这两者之间 它既有养阴生金的作用 又有益气的作用 所以白虎加人参汤 在这么热的情况下 用人参 它不会注热 它只会益气生金 所以说它的功效是 清热 心寒折热而一起生金 就是根据古代的人参的功效 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人参现在没有了 那我们临床上怎么用呢 那你就根据情况 气上明显的 你就用现在的人参 筋上明显的 你就可以用西洋参 甚至可以 既想用点古气的 又想用点生金的 那你两个身可以同时用 都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要灵活对待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这张方子 在我们讲义上第五十页 太阳病片 第五十页 这个大家看看它的服用方法 就可以了 另外白虎汤 在沙河论中 它主张是夏天用它比较合适 立下后 立秋前用 这个时候自然界气候很热 那你用白虎汤 不怕它伤中焦的阳气 所以立秋以后 到立春以前 特别是冬天 特别寒冷的时候 用白虎汤要慎重一些 因为季节寒冷 你用这么大凉药要慎重一些 这个比喻呢 就好像我们夏天吃西瓜的时候 吃多点吃少点没关系 就是吃饱肚子 也不会闹什么问题 冬天吃西瓜的时候 吃上两条就会有胃疼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夏天用白虎加人参汤 那你尽量干一下 没有什么关系 冬天用它呢 就可能要在辩证上要准确 在用量上不要太多 白虎加人参汤 在山河论中 这么多条文中 都提到了它大凡可不解 我上学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方子是大心大寒 如果不是大热症的话 我们不要轻易用 甚至有认为它是虎狼之药的这么一个认识 所以我毕业以后 在一般的内科临床上就很少用到这个方子 有一段时间呢 我和一个老大夫在对锅桌上班 我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对面那个老先生 给一个病人开了一个白虎加人参汤 还有和六位帝皇丸何方 然后我就问这个病人 我一看老师用了白虎加人参汤了 我想他肯定有四大症状吧 我说你发烧吗 这病人莫名其妙 我说不发烧 我说你出汗吗 我不出汗 那也不宏大 我说你口渴吗 他说我是糖尿病 我有点口渴 好 病人拿着老师的方子走了之后 我就问老师 我说四大缺三大 何以用白虎 老师就愣住了 说什么四大缺三大 不是咱们用白虎加人参汤 不是要四大症状都具备才能用吗 他只有一个口渴 你怎么给他用啊 老师说 我用他是因为这个病人 他具有胃热而经气两伤的临床表现 他没有力量 他喝那么多的水 所以我没有等他 我没有观察他四大症状 是不是都具备 我是抓病机用方 我就看这个老师 给他给这个人用这个方子 几乎每次来都不怎么换药 然后吃了两三个月以后 这个人把所有的其他的酱糖药都停了 血糖正常了 尿糖阴性了 我说老师 我跟你学了一招 他说学了什么了 说用白虎加人参汤和六味地方完治疗糖尿病 这个老师很严肃的说 我没有这么教你 我那个时候心想 这个老师真保守啊 过两些日子呢 有一个我就看到了日本的一个报道 就是用糖尿病的动物模型 用白虎加人参汤按照原来的药物组成 原来的剂量比例 对糖尿病的动物模型有很好的降血糖的效果 我就拿这个报告给老师看 我说老师 您怎么说 您不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糖尿病啊 你看日本都做了动物试验了 这个白虎加人参汤就是可以治疗糖尿病 老师摇摇头 我没这么教过你 我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老师很保守 我说他有病例 我我这有别人的动物试验 怎么白虎加人参汤就不能治疗糖尿病啊 又过了几天 我在叫号 叫号之后呢 因为我的这个左后测试门 我觉得进来的不是一个人 进来的是 我回头一看吓我一跳 一个特别销瘦的病人 两个人掺着他 慢慢慢慢的就走进来了 我之所以吓一跳的原因呢 这个病人两眼深陷 鼻鼓高耸 嘴唇飞薄 露着两块白白的牙 两个腮光的肉全没了 最让我可怕的是 他不是那种苍白的面色 苍白的面色 咱知道他是重病 他那个面色像古铜色一样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解剖室的那个东西站起来 所以我当时就要想站起来 我有点毛骨悚然 可是我又坐下了 我想我是大夫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我又坐下了 他坐在旁边 我说您怎么不舒服 嘴吃都是薄薄的都干裂了 我渴 第一句话 好旁边那个人提着那么大个暖壶 比我们这个暖壶要大多了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暖壶 给他倒了一杯子水 咕咚咕咚喝完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第二句的 我渴 你看主宿就说渴 我那个时候的知识 三十年前吧 我就想糖尿病吧 我说你尿糖 是阳性是阴性 血糖怎么样 我不是糖尿病 你看我查过了 我不是糖尿病 我说那你查过内分泌吗 我不是尿崩症 我刚从返帝医院来 返帝医院是哪个医院 是文化大革命中给协和医院起的名字 协和的名字不是美国人起的吗 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不知道 协和医院叫返帝医院 说我刚从返帝医院来 我不是尿崩症 你看他清楚的很 我说那你是什么病 他说返帝医院说 我是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让我不喝就行了 说着他眼圈就红了 但是流不下眼泪 今夜耗伤到这种地步 身处舌头上是光红乌胎 而且舌面是干干的 我说那你这个病怎么得的 别提了 去年现天我们那个地方 把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轰到一个地方 要冷一个大坝要修个水库 满山遍野都是人 这是个女同志 我平常在机关呢 他说我就好喝水 经常喝水 没想到到那之后 我们带去的水全喝光了 后勤跟不上 根本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有水喝 我就忍着这个渴 又憋着一泡尿 满山遍野都是人 又没有厕所 男同志转过身就可以 说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就忍着这个渴 憋着这个尿 回到家里 我不知道先喝水好 还是先撒尿好 我端着杯子就上牦房 上面喝下边撒 上面喝下边撒 我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一边喝一边撒 我想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这种状况下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这一夜就一点也没有睡觉 一边喝水 一边撒尿 一边喝水 一边撒尿 从此之后 饭就吃不下去了 就靠喝水活着 所以体重就由一百六十四斤 照我看病的时候 剩下七十斤了 你想想他销售上什么地步 这么重一个病 我想到了白虎加人参汤 可是那个动物试验呢 白虎加人参汤 能够降血糖 动物的血糖 我说人家血糖本来正常 已经这么瘦了 吃完这个方的血糖低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就向我们对面的老大夫求救 对面那个老师啊 早就看出来 我已经开不住房子了 这老师毕竟是老师 他已经在那写药了 写完我一看 白虎加人参汤 再加桑飘啸一指儿 再加麦冬和五味子 这不就是白虎加人参汤 生麦饮 还有桑飘啸一指儿 塑圈丸的两个药吗 我看不出方 老师看出来了 我当然很恭敬的 把老师的方子给病人了 我说你看我们老大夫给你开个方子 你吃这个方子看 病人下楼了之后 我就给前面那个老大夫说 我说老师啊 动物试验说白虎加人参汤 能够降血糖 这个病人吃完了 他已经这么瘦了 不会使他血糖低吗 老师就瞪了我一眼 你是中医大夫 你是西医大夫 我这个时候我听出来 老师是对我说的话不满意 可是我也不敢多说 然后过来一会儿 我自个儿沉不住气 我下楼了 我们药房不是在一楼吗 我看病人在凳子上坐着 他那些家属在那排队买药 我就坐在病人旁边 我说您口袋里 时常预备几块糖 如果你吃到我们的药呢 有心慌心跳 有出冷汗的时候 你就拿出块糖来吃 他说大夫 我嘴特别渴 从来不想着吃糖 我说但是尽管如此 你要预备几块 他真听我的话 买了几块水果糖 那个时候有什么糖 他揣在兜里 七天以后这个病人来了 还是那两人盆着 往这一坐 我们那天老大夫没在 他说大夫啊 我在我们那个地方 河南那个地方 他是河南人 说大概吃药吃了两麻袋了 也忍不住这个壳 现在吃了您这个药以后啊 能够忍二十分钟 不喝水 说这就是进步 对我说来 我说那有效的话 那么我们再继续吃吧 我就原方照抄 我说您这些 这一个星期 有没有出现心慌心跳 出冷汗啊 手脚发颤的现象 他突然想起来 那天我说过这个话 他说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 这个病人就这样 在北京住了三个月 基本就是这个方子 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中间而有感冒的时候 我稍稍的给他调点方 然后最后 后来呢 后一阶段 那两个陪着他的人就走了 这个人的面色 逐渐逐渐转得红润 舌上逐渐逐渐有点胎 吃饭呢 也逐渐逐渐开始增多了 喝水也逐渐逐渐减少了 所以他非常高兴的就走了 等后来我们那位老大夫 再来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说那个病人呢 他不是糖尿病 我们用白虎加人人汤 给他治好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白虎加人人汤 可以治疗糖尿病 我之所以可以用于 那个神经性多饮多尿症 之所以可以用于糖尿病 是因为病人有 胃热而进气两伤的病机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老师为什么不说他 教我用白虎加人人汤 治疗糖尿病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在临床上 用方的时候抓病机 用辩证 注意辩证论治的思路来用经方 好 休息 今天课就到这里 我以后就会用于 证据 我以后就会用于 证据